哈哈 初来冒险满载而归 前面又有一个宝箱 过去看看 我的天哪 那么多好东西 可是身上都满了 根本放不下 这该怎么办啊 就不能不要它了吧 而且箱子一敲就坏 里面的东西都会全部都掉出来 不能把箱子整个都放进背包里 你看 就像这样 那该怎么办呢 哎 有了 既然不能把箱子放进背包里 那就把整个箱子连着帮走 哈哈哈哈 我实在是太聪明了 走喽走喽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来看看我的羊圈 哎 怎么白羊圈里面混进了一只红羊啊 我明明分得分好的呀 哎 这不是逼死强迫症吗 不行 我得把那只红羊赶到旁边的红羊圈去 用小麦引它过去 呃 这样好像不行哎 根本不能把红羊给引出来 那就用拴绳把它给拉出来 走喽走喽 你别带在这儿了 隔壁才是你在家 来来来来 跟我来 OK OK 给我进了 乖一点 哎哎哎 你们干嘛 回来 看来用拴绳也不是个好办法 嘿嘿 还好我有结招 哟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这样 你想跑出我的树掌心呢 你还嫩了点 你哭啊 你闹啊 你喊不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老实点 给我去羊圈里面待着 OK 那小伙伴们 正如你们刚刚所见 哎呀 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这款mod呀 叫做Carry on 就是可以把物品抱在自己的怀里面进行搬运 在生存模式中非常的好用 特别是当你想要挪一下自己的储物箱时 不用像之前那样 把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拿出来 只要对着箱子按住shift键 再按一下鼠边右键 就可以把箱子整个拿起来了 随心所欲的把它放到你想要的位置上 除了我刚刚示范的箱子和羊以外 几乎游戏中所有生物都可以被抱起来 比如说像这头牛 怎么样 你敢信你竟然力气大到可以抱起一头牛 而且这头牛在你的怀里不哭不闹的 甚至还可以抱起村民 就是这个姿势 感觉稍微有点奇怪啊 除了村民以外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家伙给抱起来 你看你看 是不是很乖很可爱啊 这家伙只要不随便的碰碰碰 还是很好玩的 就算我改成了生存模式 只要他在我怀里 他都非常听话的 果然是我的好机友 还能抱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 比如这个 就是这个尾巴 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撕穿了一样 算了算了 我怕自己有生命危险 我还是把你放回水里吧 最后呢 我再抓一只鱿鱼来抱一下 来来来 鱿鱼怪怪 快让我抱一下 保证不会把你做成烤鱿鱼的 给我过来吧你 那这一期的mod介绍 就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小伙可以自行下载尝试一下哦